各位关注黄金的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益政经营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 黄金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黄金市场的价格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那么在解盘之前 我们先聊一个话题 就是如何判断震荡时的支撑和阻力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点就是要明确震荡 我们的标准很简单 以布林黛为例 只要有一根K线的收盘价格 突破了布林黛的中轨 那么我们就判定行情进入震荡 比如说我们当前这个是黄金的四条图 这根K线的收盘价格 是不是高于布林黛的中轨 OK 那么这一段行情 我们就判定黄金进入到了震荡 一旦黄金进入到震荡 我们就会找低吸高抛的机会 谁是阻力 谁是支撑 阻力我们就以起点K线 高点作为一个阻力位 比如说这根是起点的K线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压力位 就是2021是它的一个压力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震荡行情 所有高点和低点都有效果 所以这个高点也是有用的 所以2009 这也是一个压力位 因此上方这10美金的空间 就会成为我们重点出货的空间 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面 收盘图出现了空头的起点K线 那么就会出货 然后反手去做空 同样的底部的支撑是谁呢 底部的支撑我们就找到第一个点位 就是起点的多头K线 比如说这根K线是多头的起点K线 那么它的低点就是支撑位 你看今天是不是跌到这个位置 出现一个反弹 是一个支撑位 同样前方的一个低点 也是一个支撑位 也就是1969也是个支撑位 第三点 1958也是一个支撑位 很多很头痛一个点 就是我分析出很多支撑和阻力位 我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去做 其实这一点 你只需要根据黄金的时间上的规律 去做就可以了 比如说下午欧洲盘出来 对吧 那么欧洲盘出来 是不是它的一个波动的时机 然后晚盘一个波动的时机 其他的时间节点 它就不具备变盘的可能性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下午的时候 它这里一路下跌 对吧 四小的图里面没有形成多头 那就表示这个位置没有形成转折 那么当前这种震荡就不会变 那么当前这种震荡是什么样震荡 是压力往下 对不对 压力往下 那么它大概就会去寻找下方的一个支撑位 那么有了这个基本的判断以后 我们就很简单去做出一个多空的条件设定 那么以这一根K线作为一个核心点 只要它的四小图收盘价格高于1996 那我们就正式的看涨 看涨目标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压力位 因为它是一个震荡嘛 是吧 你看到2020附近 而如果说它收盘价格是低于1981 那就表示呢 它会往下跌 会跌到什么位置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1970和这个1960这两个价格 好了 那这比较大周期要等很久 对不对 有了宏观以后 我们就要做细节 那么细节呢 你可以看小时图 也可以去看15分图 如果做超短线呢 我们当然是建议大家去看15分图啊 因为快进快出嘛 如果说你想做一些比较稳健的波段呢 可以去看小时图 好来到小时 来到15分图呢 你必须还要有一些技术啊 因为刚才四小图 你是分析出了当前价格波动的格局 K线图的格局是什么 那么15分图就是一个进场交易的细节 那么15分图里面判断震荡的支撑阻力位的方法 行不行呢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一个破位 那破位就表示它是一个震荡 好了 那15分图一个变化比较快嘛 是吧 所以它当它这个位置再去有一根K线 回踩中轴 然后收盘价格 远离中轴 就是先跌破 然后再收盘上去 形成这个信号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啊 这个中轨呢 没有被破 下一根K线 没有接触中轨 比如说我是这根K线跌下来碰中轨 然后下根K线呢 它的最低点是没有碰中轨的 也就是脱离了这个中轨 那就表示 15分图啊 摆脱了这个下跌 那么就会进入到一个趋势 那么此时你就知道啊 升温图呢 我要去做多 那么做多的时候呢 你就要找支撑位 比如说这是一个支撑位 这根K线是支撑位 对吧 然后突破高点 也是一个支撑位 然后形成新的起点K线 也是一个支撑位 只要这些条件达成啊 你都可以去进场交易 很简单啊 因为当你发现 它脱离了布林黛的中轨啊 形成趋势 假设它重新再跌回来 跌到这根多头的起点K线空间 你再去买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因为你是趋势嘛 回调买入 只是说 当它跌穿了中轨 回到这个空间以后 再去拉升的话 上升空间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刚才我们在四小度里 分析到了2009一个压力位 还有2020是不是一个压力位 如果说它是破了以后 再去上涨了 那你可能就看到2009附近就可以了 比如说一套技术呢 从宏观啊 再到微观 其实是互相之间通的 只是你的指导思想呢 不能左右摇摆就可以了 交易技术啊 并不是因为技术本身变得很难 而是因为你的心态左右摇摆 所以才会显得它比较难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分享一下白银啊 十五分图的一些重要支撑阻力位 首先呢 白银呢 最大的空头点位呢 是在26.06附近 高频的一个下跌点位呢 是在25.95 跌破25.70 那么白银呢 就可以看空 那么当前在什么位置可以进场呢 以这个25.79和25.72之间呢 就是一个多头的进场机会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记得点赞加关注 想要学习K线行为学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交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